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我猜得没错 王爷如此紧张 定是在筹备 违逆朝廷之事 对吗 既然被你猜到了 那我正好送你上路 王爷既有此心 永宁死而无憾 永宁 你是小永宁 书役哥哥 下去吧 是 是 终于到幽州城了 我看这样吧 我先护送公主去医馆 再去都督府与你会何可好 卫郎君才是长安特使 我去算什么 不过 卫郎君想的 怕不是护送公主 而是避开我 去找那位郡主 何必凭空无限于人呢 我不护送公主 难道你护送啊 我来护送又何妨 既然你都主动说了 那本公主就命你 命你实时贴身保护 不得烧离 卫使君可有异议 是 既然是公主的命令 那便这样安排吧 还要劳烦浩兄 书信一封于长安 告知殿下公主的下落 以免殿下担心 明日此时 我们在城东大门相见 别废话了 这些护卫你金书带走 以保大事万全 这些护卫 一看就是航武之人 我与公主待着 反而会有人注意 我送公主回义馆休息 不过麻烦公主 亲自骑马了 我一定要拖住这个家务 照公主这走法 天黑也到不了吧 我是公主 你须得听我的 好 那您逛个够吧 走 好好度 你为什么不等我 公主抓紧了 否则摔下来 与我无关 驾 驾 苍天有眼 你可以逃过此劫 我只恨不能身在长安 与太子殿下共同御敌 如今一人苟活于世 永宁 你可以逢凶化吉 太子殿下在天之灵 也可告慰了 唐叔 从此世间再无永宁 欢我长哥便好 属下罪该万死 王将军无妨 起身吧 早就听闻王将军激情骁勇 今日一见 果然一言胡叫 永宁 你不要怕 太子殿下虽然已经罹难 但唐叔定会护你周全 明日我便派人送你去一个 唐叔 我此次前来不是为了寻求庇护